漫威里的那些穿帮镜头 镜头一 在复联三里 有这样的一幕 灭霸正在与小卡摩拉交连 在这个镜头里旁边的乌木猴正毕恭毕敬的站在一旁 而下一个镜头他却突然的消失了 在下一个镜头里又出现了 难道乌木猴还会瞬间移动的法术 镜头啊 在复联三里 奇异博士和灭霸一顿经费燃烧的特效打斗之后 就被灭霸使用无限宝石将其拉到跟前并一把抓住 之后就捏碎了奇异博士戴在胸前的阿科摩托之眼 然后在复联四的这个镜头阿科摩托之眼 却完好如初的出现在奇异博士的胸前 其实在《中局之战》里博士的其他镜头 都是没有佩戴阿科摩托之眼 唯独这个镜头 镜头三 在复联三的开头 灭霸带着手下袭击了雷神一火 在电影的开头一幕 灭霸站在雷神旁边讲述着他的哲学道理 这个时候仔细看 雷神明明是被打晕在地上的 他的手却一直在动 还总是没有听见导演喊开始 镜头四 在每对三 东兵被特种兵抓捕时 在东兵抬起他的金属手臂帅气的挡子弹之后 就抓起一旁的砖头砸向跟前的特种兵 仔细看这个镜头 东兵一开始抓的是砖头的外部 而下一个镜头就变成了抓在中间